进入4月以后 西藏地区持续强降雪 为了保障藏区人民供电供暖需求 和拉临铁路的正常通行 国网通航公司依托 卫星通信等空天应用技术 在青藏高原通过直升机 开展藏中联网工程线路巡视 28号一大早 国网通航SG1151 高原雄鹰机组再次起飞 对藏中联网500千伏 左波一二线 最艰难区段 波米县松宗镇 连续铜塔奈章段进行巡视 从4月21号至今 机组已在该区段 发现了60余条线路缺陷 根据机组实时回传的 缺陷情况和数据信息 国网西藏电力运维单位 第一时间消除了隐患 确保藏中联网线路安全运行 藏中联网工程2018年建成投运 全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是世界海拔最高的 超高压电网工程 是藏中地区及川藏铁路 供电基础 2022年以来 国网通航高原巡视机组 不断攻克高海拔作业 航空器及设备改装 卫星通信 微气象观测等技术难关 持续开展 藏中联网工程线路巡视 为大电网安全运行 发挥了重要作用 庚困难找到 都能否认为辽联网工程中放入 砍